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今天晚上这个中国女平啊 女团3比0是横扫了加拿大啊 加拿大都是华人 而且他们平均年龄 江江才18岁 不到18岁好像一样 因为有一个15岁的小姑娘啊 全部是华人 而且全是汇数汉语的啊 都有一个正经的中国名字 就这个怎么看 首先啊 今天打的都好啊 三都是3比0啊 结局就是过程就是陈梦菲 被判了一个这个 被判了两个发球 然后陈梦被判了一个 被判了两个 希望期待还是教练组跟裁判组呢 要申请要沟通这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直接你就给判分 打我们的主场你就这么横 当然之前也有呀 当然陈英宗前几天日子打 也被判了两个还是一个 也被直接判分了 所以说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是从小练这个的 这些东西都不叫事 但是关键时刻 如果你打日本的话 关键时候给你判一两个确实不好 这次陈梦也是担当了一单 可以说是出乎意料 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这一单呢 还有可能可以顺手上来 或者是王白玉 但最终还是给了陈梦 可见整个教练组呢 这个改白一个开球 是吧 像男队还是给了世界第一反正中 可见教练组对这个陈梦 还是信任和气度 也是公认的我们的新的队长吧 不管怎么样 结局还是很好的 还是把这个比赛赢了 陈梦这个队长呢 也是毋庸置疑了 当然了 这个只是小组赛 明天下午4点还同样是小组赛 估计后面的话应该让陈兴冲和这个王毅迪呢 开始参战了 而陈梦 王万岳和孙杉杀 全部三个人有两个将退局二线 为这个后面的比赛做整理 因为比后面的淘泰赛呢 让人的话还是以这个今天的三大努力为主 就这个排兵不让人怎么看呢 还是比平常队来说比较保守吧 因为确实今天是国庆吧 今天一一一个人都不能输呀 走到之后走到之后丢人吧 我们这内拳 青蛙球都内拳 你这男篮男独不内拳之外的 你跟哪个运动今天不正经 说不正正经经的 你看海外华侨都都穿一身红去 看那个我们女排的比赛是吧 在欧洲 在荷兰看女排的比赛 在这个澳大利亚澳洲是吧 看看女篮的比赛 有很多人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人 可能是留学生 或者去有中国国籍的人 但我觉得有一大部分人 他们就是华人华侨 他们也是拿着 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拿着中国国籍 他们穿着一身红为中国家人 你就知道这个我们的国家为何而强大 祝我们的祖国永远的防征创盛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这个确实是上市 也不幸运 如果我们的祖国人